嗨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今天准时上线 参与我们今天的技术小剧客座分享讲座 那活动会有两位主持人 我是一婷 会为大家主持整个活动 那稍后的QA时间 也会请Bernie提供大家协助 那么活动准时开始 那最近在媒体上 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多公司都开始在筹备 以及即将举办股东会 那也就代表着 股东会的旺季即将到来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云优资讯 股物管理专家 我要签副总经理 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公司在置办股物作业上 需要注意的哪些重点 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 那再来就是解析 在股物置办及代办上面的一些比较 优缺点 为大家全面的解析 那也会提到大家最夯的 最近常常在讨论的 那线上的股东大会 要注意哪些要点 那之后 讲师也会为我们实际演示 来分享企业如何透过 START TIME 名端股物管理系统 来筹备 以及确认股东会事前的准备时程 那为大家介绍 王耀谦副总经理 那他是中华民国公开发行公司 股物协议会员 有超过20年的 股物系统开发资历 以及实物经验 那协助了上百间的台湾的企业 来提供股权设计 章程制定等 专业的顾问咨询辅导活动 那今天的QA时间 我们会开放 大家在线上开麦克风 直接跟讲师互动问他 所以邀请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 那现在就请讲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大家好 我是温佑资讯王耀谦 那今天很荣幸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 股物 从传统的股物作业 我们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会介绍一下说 为什么我们要将整个股物 做系统化的管理 然后将来 那股物上云 上云了之后呢 又有哪些变化 以及将来股物管理会在 透过新的技术之后 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发展 跟未来的期许 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那首先我们来谈一谈 什么是股物 股物管理是什么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股东 当他们投资 把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钱 然后投资这家公司之后 他们成为了这间公司的股东之后 这时候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资料 做相关的管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股物的管理 所以呢我们认为说 股物管理最重要的事情 这三件事 第一个股东 哪些人是我们公司的股东 再来一个股权 他投资我们公司 投资了多少的股权 因为这个股权牵涉到他 可以分配多少的利益 以及他对公司的决策 有多大的权利 这个是所谓的股权 那目前台湾 绝大多数的公司 管理股权的方式 是透过股票 股票上面有股票的号码 股票的股数 股票的目前持有人 所以我们认为说 股物管理的三个重点 就是股东的管理 他的股权的资料 还有他的股票的资料的整理 这是我们的股物的三个重点 那远优资讯 我们将整个股物管理呢 我们把股管理整理成 所谓的六大作业 就是说 因为股物的作业听起来 好像有时候 好像要做的事情 可能蛮多的 那所以呢 我们把它分成六大作业 就是从平时日常作业 一般时候 在做所谓的股东资料 股票资料 股权资料变动 这些 然后这时候 当把这些资料控制好之后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些报表 报表可能是给自己看的 可能是给主管机关看的 比如说公司主管 希望知道说 我们目前持股前十大的股东 名单列出来 或者是持股数 超过多少百分比的股东 可以列出来 或者是主管机关 可能会跟我们要 比如说跟我们股物相关的 像政旗局金管会 或者是国税局 会跟我们 索取一些相关的资料 或报表 另外在每年特殊的时间点 我们的股物作业就有 比如说像公司把170条的规定 公司每年要召开一次股东会 至少要在6月底前召开 所以召开股东会相关的这些作业 再来一个 我们股东会里面 我们可能会公布去年公司的经营成效 去年公司的获利状况怎么样 那这时候可能会请股东来决议说 那我们去年的获利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配 分配给各位股东 可能是用现金的方式分配给各位股东 那这个叫做除息作业 或者是我们把这些公司的获利 留在公司里 增加公司的资本额 然后我们把这些钱就印成股票 发给各位股东 那这个就变成是所谓的除权作业 当然除权作业不是包括说 只有像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 叫做盈余增资 他可能有请股东再投资公司更多的钱 那这个叫做现金增资 所以处理公司资本额相关的作业 我们叫做除权作业 那另外我们既然做了这些 像发放股利给股东之后 到了每年的1月底 或者是5月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所谓的申报 申报给国税局 或者是有一些公开发行上的公司 他每个月要做一些申报 那么那个部分就 内部人的股权的申报 所以我们把整个股物作业 分成所谓的六大部分 平时的日常作业 看一些报表 股东会除息除权跟申报 这是我们整理下来 就是我们平时股物在做的这些事情 那又比如说像最近 进来因为6月快到了 其实现在大家渐渐的 你在报章杂事上 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所谓的股东会的讯息 那为什么要召开股东会 那这股东会在我们的股物作业里面 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 那首先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就是第一个股东会的目的是什么 在股物里面 我们谈股东会 那开股东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说 根据刚才我说的公司法有规定 一年要召开一次 要在6月底前召开 他有三个最大的目的 第一个 公布公司的经营的成效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股东投资这家公司 股东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投资公司 当然他就希望获利 那么当然他希望他的投资 能够有所回报 所以我们必须每年至少要一次的机会 对股东的投资必须有所交代 要告诉他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个营运的状况 去年整个公司收支 然后整个结余的状况 让股东能够了解 再来一个 我们如果公司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想要做决定 这时候就要请股东来做决定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们公司本来有 在我们的公司章程里面 我们设置了三位董事 一位监察人 但是我们觉得公司现在规模越来越大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董事 可能希望多几位 或者说有更好的人 可以加入董事会来协助我们 那这时候我们要把公司的董事 人数从三个变成五个 好监察人呢 我们再多一个 变所谓的五董二监 像这种这样子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公司呢 今年的资本额 目前的实收资本额已经到了1亿了 那我们的那个登记的资本额 也是到了1亿 那这时候呢 其实公司还有想要再增资的计划 那这时候呢 因为我们已经 我们的实收 跟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登记的资本额 都已经一样了 所以我们呢 这时候就要去修改公司的章程 把我们的资本额的数额 把它调高 那让我们公司呢 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做增资 那这些这种重大的事情呢 就必须在股东会里面来决定 有股东们说 可不可以 再来一个像刚才我有提到啦 我们公司希望有董事啊 监察人 那这些人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各位股东 虽然可以决定公司重大的事情 但是并不是一年365天 都随时都可以 马上就可以对公司一些事务 做一些决策 那这时候呢 我们呢就可以这样子做 就是说我们在股东会里面 选出一些人 由他们来代表股东 帮我们做一些决策 比如说聘用哪一位什么人 来当我们的总经理 当我们的厂长 当我们的业务部门的主管 或者是这些相关人员 他们的奖程办法 他们的薪酬的办法 像这些 这些规定呢 就由董事会 让我们来授权给这些人 让他们来决定 而这些人的选任跟决任的事情 就是在股东会里面做 这就是我们开股东会的目的 那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说 其实股物管理看起来 好像没有那么紧急 可是又非做不可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说 在公司里面 我们公司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产销 人 发财 资讯 各式各样的工作 那股物这一块也是一样 感觉上说 其实股东买了公司的股票 也不是常常在异动 好像也没那么多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说 要聘请什么样的人 来担任我们的董监事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牵涉到我们公司 日常的那些管理 一些重要的决策 也都必须他们来做 所以有一些事情 其实是在股物方面的事情 其实困扰着我们的 实际上的工作人员的 比如说第一个 我刚才说了 每年要至少要召开一次 那股东会要召开一次 那股东会要怎么开 我们已经知道股东会的目的了 那股东会难道说只是说 三五个人坐下来 那大家就说这样子好不好 这样子可不可以 那随时便便就坐了吗 好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如果公司总发行 我们公司总共有100万股 那今天我刚才说的那个 找几个股东来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讨论 那如果今天做到 我们会议室里面的股东 加起来只有5万股而已 难道就要用这5万股的股东 他们来决定 其他95%的那些人 他们来就直接代替 其他95%的那些人 都决定了吗 所以股东会的召开 其实他必须有一定的程序 跟一定的形式的 那怎么样开 开得好 开得简单 开得迅速 开得正确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一个 我们公司股东投资的公司了 那我们将 我们将这些股东投资的金额 我们印了股票 股票你发给股东 但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只要把股票发给股东 股东就可能把它弄破 弄脏弄丢 那怎么办 或者是今天股东拿到了股票 他想要把股票做转让买卖 做继承证理 那个相关的作业应该怎么处理 还有一个 我们有的这些股东的资料 各自都保存在公司 他投资了多少 我们发给他的多少股利 我们帮他缴了多少税 像这些相关的资料的管理 那有一些 当他股权改变的时候 这时候有一些权利跟义务 可能会有一些变动 那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 再来一个年底的时候 我说过我们要做申报 那国税局的格式在改变 主管机关要求我们的报表的格式在变动 那每年都要去追这种事情 所以这些就会长期下来 就会造成我们股物人员的一些困难 所以 我们这时候就另外一种考虑 比如说我可不可以除了 我的股物管理 基本上面公司的股物管理有两种方式 他可以做所谓的置办 我自己做 我自己处理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股物的作业 或者是我交给所谓的股物代理公司 股物代理公司它就是一个专门的公司 基本上面我们以我国现在目前的规定是说 他必须是券商 综合券商 那他有取得股物代理的资格 而且他们的人员里面 必有一定相关的股物方面的 证照或者是资历 他才可以做所谓的股物代理公司 那公司我们今天就要考虑了 我这些股物的这些工作 我到底是交给自己办呢 还是交给股物代理 那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个表 就是说股物代理跟置办之间一些比对 那这里我提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用三个方式来 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人的问题 股东 今天我们交给股物代理 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公司跟股东的接触 并不是直接的接触 而是我们透过另外一个公司去了 也就是说对自己股东的掌握度 置办是比股代好的 我们了解股东对公司的期望 股东对公司的互动 因为我们直接跟股东的互动 那所以这方面双方的了解是更好的 这是一个 再来一个权利 股权 今天我们的股权的资料 我们的资料放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交给另外一家公司 有另外一家公司在整理 当然有另外一家公司在整理的时候 你毕竟上这边你就会有 你就要有另外一层的风险 另外一层的风险 因为你的资料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公司 那他对你资料的管理保管 是不是能够让你放心 那你对你自己资料的及时的掌握度 再来下一个就是费用 就是我们自己做 那我们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是多少 那交给别的公司去做 交给股物代理公司去做 那么他们的收费的状况是多少 他们收费的费用是多少 那这个呢 就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评估 最常见的一些评估 好 再来所以 原有我们开发了股物作业管理系统 从最早的时候 20多年前我们做的DOS版 各位可以知道说 以前的以天中文系统 D-Bay3那样子的软体 就做了DOS版 那这个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做什么 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原来杂散 在各位原来公司 他自己在做股物的时候 自办股物的时候 很可能他用Excel档去记录 他用Word档去记录 我们希望能把它做一些整合 整合起来之后 在一套软体里面去处理 而我们这一套股物系统 从以前的DOS版 后来做总的Windows版 Windows 98 Windows XP Windows 7 Windows 10 像这样子在Windows平台上面 做的Windows版 然后现在原油资金在三年前 我们开始将 所谓的桌机版 Windows版的股物系统 做上云 做成在云端上面的股物系统 这个的目的是因为 第一个我们希望 第一个协助公司 将整个股物作业做整合 整合起来 而不是散乱在各地 第二个做标准化 整个股物系统 我们根据的是公司法 公开发行股物处理准则 以及证件相关 股物管理相关的法令 那么它就有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 这标准的作业程序 包括从未公开发行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到上市会公司 这个标准的股物作业的这个程序 将来再来一个 我们希望能够转型 协助公司转型 将工作人员的 每一个工作人员 从你的电脑 从你的办公室的办公桌前 释放到 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 各位大家知道说 这两三年来 这个疫情的问题 很多公司都实施在家上班 对不对 工作人员都直接在家里工作了 但是你就不需要说 再把电脑再搬到家里面来 或者是办公室的电脑 你有些工作你没办法 你一定得进办公室去做 当它上云了之后 你的工作地点就非常的活 就可以活泼了 就可以非常的有变化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 只要你能够方便 能够上网的地方 就可以做了 这是我们将整个股物系统 做系统化标准化 它所产生的好处 那为什么我们的系统 要做上云的这个动作呢 在我自己办公室里面的电脑 就安装在我的电脑里面 Windows的软体里面 这样子不好吗 经过我们的评估 我们用来说第一个 它可以减少我们的股物作业的时间 减少70% 因为今天你更有效率了 然后你更方便了 你随时都可以去处理你的那些资料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跑到你电脑前面 才可以开始作业 再来一个 你相关管理的成本也可以降低 你不一定要再买一台所谓的电脑 用硬碟去存它 那万一你的硬碟坏掉了呢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说Windows系统好像有的时候 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稳定 它搞不好用完了 用久了之后它又变慢了 然后硬碟你三年五年之后 搞不好哪一天你的硬碟忽然间 你才发现 昨天晚上你才发现 你的电脑声音好像怪怪的 今天你的电脑就打不开了 因为你的硬碟坏掉了 那像这种成本 都是我们必须付出去的代价 那今天如果我们将它上云了之后 第一个 你可以快速的产生报表 直接在系统中间 在任何地方 你要看任何的报表 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再来一个 它已经把我们的资料做整合 那么就更方便了 然后跟我们股东之间的互动 将来如果云端版的服务系统 因为它已经可以上云了 所以将来它只要将相关的权限打开 就代表说股东 它不一定要每次次都要询问我们 都要跟我们说 那我上个礼拜 我的那个异动的那个状况 我买卖的那个金额 或者说去年 我卖出去那些股票 那多少钱我忘记了 我什么时候卖的 他忘记了 那他可以在我们自当的权限 开放的时候 他就可以进去查自己 自己的相关的资料 那再来一个 我们相关的设备也可以简化 就不需要再去买那些原来的那些 那个主机或者是硬碟 那么大的硬体的东西 这些就可以 我们可以做相关的 降低 减少我们的作业时间 也降低我们的管理的成本 那所以呢 我们的系统的测试是 第一个我们根据的是法令 公司法 公开发行公司 股物处理整个 这些相关的法令 所制作的一个系统 再来一个 如果说今天公司要开始 用我们的系统的时候 我们有专人可以协助各位做上线 然后我们的界面是简单的 然后容易了解的 我们另外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提示 这个栏位为什么 什么叫做 举例来说好了 那个补充保费的门槛 各位可以先输入进去 比如说最先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说 因为我们公司有发股利 那是不是在代表说 股利也是那个补充保费的 课征的那个内容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的 课征的那个内容 六项的其中的一项 那么一先开始的时候 是15000元以上的股利 然后扣5% 那后来又调整成2万以上 扣3% 对不对 后来又变成2.21 或者是什么2.11 像这样子的改变 那所以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设定在系统里面 那我们这种相关的栏位呢 我们系统就会做注明 这个栏位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那当法令变动的时候 我们只要调整这个所谓的门槛啊 或扣费的比例啊 那这时候我们的 补充保费的计算就会不一样 再来一个你不需要有 很多年的股物的经验 你就可以操作了 那这时候就适合一些 中小型的企业 微型的企业 没有专门的股物人员 他只是说 就像可能财富人员 管理管理部的人员 他只要说 他需要做什么样的作业的时候 就直接在我们系统里面 马上可以帮 把他把这些事情处理完 那因为系统在云端里面 我们已经上云了 那就不需要担心这种硬体设备 或者是损坏啊 造成资料遗失了这一类的风险 另外我们 以原有资讯来说 我们除了提供这个系统之外 我们也有专业的 相关股物的课程 比如说 我在上个礼拜 我们谈所谓的股东会 因为大家知道 股东会快到了 股东会快到了 已经开始很多公司 就已经开始在筹备说 今年的股东会应该注意什么了 所以我们都会在这个适当的时间点 跟各位谈说 相关的股物的作业 你要怎么做 法令有什么变动 实物要注意到的哪些事情 跟各位做一个提醒 再来一个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问题 处于公司自己内部的问题 我们也提供所谓的专家的咨询 可以提供各位做一个建议 我们今年的股东会 我们要怎么样召开 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 所提供的服务里面 除了这整个系统的特色里面 也包括这都在我们的服务的范围之内 OK 好 那我刚才说明到这边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让各位了解 再来一个 我会做一个实际的展示 就是说 我刚才说我们云端的股物系统 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OK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云端版的股物系统的操作的界面 那我们刚才有说过说我们一个六大作业系统在这边 就六大作业 包括股东的资料 股票资料 股权资料 这是所谓的日常的作业 那股东会 配股 配息 申报 好像这些相关的部分 相关的部分 那以我们的股东会的作业来说 股东会 我们这边有一个股东会的阻挡作业 这里有一个提醒 就是说 这里我们为什么要上云 刚才我们说过说 上云有什么好处 跟我的桌机板 我使用桌机板在我的Windows的环境里面 我也可以操作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上云 因为当我们系统上云之后 我就可以做到一些原来在我们个人电脑上面 比较不容易做成的东西 举例来说 在股物里面 每年各位知道股东会会计快到了 那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就会开始收到所谓的开会通知书 因为在信箱里面收到一封一封的开会通知书 可是这样子的纸张的开会通知书 各位知道说这些都要去做所谓的印刷 列印 套资料 折装 风 记 这边其实很多的成本都花在这些地方了 包括 那个紫张的成本 油墨的成本 邮寄的成本 这方面的 所以今天我们将我们的系统上云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电子开会通知书了 像这里 只要我们在每一个股东 他的那个个人基本资料里面 我们将他的email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取得股东的同意 股东说好 以后我不要再收纸本的开会通知书了 我要收电子的开会通知书 那只要这个股东同意了 我们就可以在系统里面开通这样子的功能 那这样子是节省了相对的很多的成本 我们不用再砍那些数 又环保又精进 那当然我们在作业里面 比如像我们现在要做的开股东会的这个作业 那我这里有做了四个sample 给各位看 就比如说我决定说今年我要开股东会的时间 当我们将 股东会的时间把它定下来 根据法令的规定 根据法令的规定 股东会当我们股东会定下来之后 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作业程序 必须跟着展开 必须跟着展开 举例来说公司把168条的规定 要在60天停止过户 未公开发行公司是30天停止过户 20天即开会通知书 像这些相关的作业 相关的时间 那我们只要把股东会的日期把它打进去 然后就做相关今年的议程 全部输入进去之后 今年如果我们决定讨论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要做董监的选举 我们把相关的这些资料打进去之后 系统就可以帮我们列印出来 股东会的schedule 股东会的schedule N就是开会的那一天 N-1就是开会的前一天 N-3就开会的前三天 该做什么事情 如果要撤销委托的话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公司把177条的规定 因为年报遵循是像意识手册跟年报的 上面写的这个第23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把开会日期打进去之后 整个股东会的schedule全部都帮我们排出来 而这张表我们除了可以把它立印之外 我们也可以把它存档 存成excel的格式 你可以自行把它做内容的调整 内容的调整 或者是增减自己相关要做的那些作业 这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日期 开会的日期定出来之后 系统帮我们自动算出来 最后过呼日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过障 过障是什么意思 过障就是我们必须算出来 到这一天为止 到这一天为止 哪些人是我们的股东 他的股权有多少 他的股权有多少 因为这些传统的作业的时候 以前在书面上 各位如果说你自己用excel word的时候 你得自己去算 自己去排 排这个schedule 然后自己去算 然后自己去把那个股东名册赚出来 而且用一个系统来做的时候 我只要做一个过障的作业 我马上就可以有最新的股东名册 就可以出来了 那我这边 我们这里就印出来我们最新的股东的名册 出席的股东名册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都出来了 好 当我们有了这个过障的这个作业 就是说我们已经算出来 最新的股东名册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开会通知书 寄给股东了 用email 刚刚我说用email的方式啊 或者是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方式 好没问题 我们可以把股东名册输出成档案 成excel档交给印刷厂 有印刷厂帮我们做开会通知书 折装封记 然后寄出去之后 我们下一个作业是什么 下个作业是我们这时候会做所谓的委托登录 你看我们在这里我们的那个 步骤里面我们已经把股东会的整个步骤 都已经分好了 一步一步从开始新增建档 这时候做一个过障 算出来股东的股数 哪些是我们的股东 然后那股权是多少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委托书的登录 下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现在寄出去的开会通知书 我们会发生一种状况是 股东可能没有空来 可是呢 我们呢因为公司呢 我们要在股东会里面 我们也重大的事情要做决定 要决议啊 那总部呢 刚才我说的 那个5%的股东 他可以决定其他95%股东的权利吗 没有 所以呢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我们的出息率要达到一定的比例 然后呢出息的股数呢 要有一定比例以上同意才可以 那这个 这个为了要达到一定出息率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担心 我们把开会通知书寄给股东的时候 通知股东说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我们要在哪里要开股东会 我们讨论的事情是这些 之外 我们还会再附上一个委托书给他 意思是什么 是说如果您没有空来 您可以由委托别人来 比如说您的亲朋好友 那他可以帮您来 那由他来代表您来参加这次股东会 所以像这种委托书 那有了委托之后 我们就会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就可以做委托的登录 把这个 哪些人不来 他委托谁来 像这些把他登录在我们的那个系统里面 这样子可以方便我们 当我们在做报道的时候 会场当下报道的时候 当受托的股东出席的时候 他受托的人 我们要确定这个受托人是谁之后 马上他代表的那些股东的股权 也都跟着报道 这样子才可以节省 让我们的报道作业会更有效率 另外一个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委托也是有相关的规范的 比如说一个股东只能委托一个人 受两个人以上的委托不能超过总发行股数的3% 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我不来 我要委托别人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把我自己的全部的股数都委托他 我不能够说不然我给你一半 那我自己留一半 或者是我给你1% 给甲1% 给乙1% 给丙1% 委托你们三位帮我去 不行 所以一个委托一个 就是一个人只能委托一个人 再来一个 如果受托的人他今天除了A委托他之外 B也委托他了 当他拿到第二个受托的时候 他的总受托的股数 就不能超过公司总发行股数的3% 就是超过的部分就没有表决权 就没有选举权 那这个部分 那因为有这个相关的法令规定 所以在我们这边委托的时候 我们除了事先可以登录 记录出来哪些人受托哪些人委托 我们同时也会帮他检查 是不是有超过法令规范的那个部分 有的话系统会做提醒 会做提醒 好像这些就是所谓的委托的登录 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委托登录完之后 这时候我们在会场当下 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出席统计 做出席哪些股数出席了 哪几个户号出席了 目前的出席率是多少 出席率是多少 达到我们的那个目前总发行股数 多少百分比 像这些相关的作业 所以这些是我们就要登录进去 登录这个报道人报道者的那个户号 那么他的股数就会马上进来 再来一个他有可能他如果不是股东 那我们只要输入他的证号 身份证号 那因为他们的委托书有寄回来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帮他做这个部分的 那个报道的作业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报道的程序 就是说我们只要不断的登打 我们的报道的户号 或者是报道者的证号 那我们这里就不断的 就可以立即计算出 我们目前最新的出席率是多少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法定规定的那个门槛 这些再来一个到了会场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表决选举 像这些相关的作业 这些相关的作业 就是说我们在会场里面 我们有哪些议案 然后我们要开始做表决 那赞成或反对 赞成或反对 然后选举的时候 他们的作业是 表决作业 我现在是在投赞成 那我就要点这个赞成 不断的输入股东的那个户号 那么这赞成的股数就会增加 或者是我现在投的是反对的 那反对的这边 我不断的输入那个户号 那么我们这边的 那个反对的股数呢 就会增加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帮我们做表决的统计 表决的统计 那选举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事先先登录进去 先登录进去 我们所有的候选人的名字 把它登录进去 那这时候呢 我们候选人的名单都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输入的时候 就是输入哪一个股东 要投给几号候选人 这边就不断的输入 就是哪一个户号 投给几号候选人 他就不断的增加 增加那个 那个每一个候选人的得票数 每一个候选人的得票数 当然在这里除了输入之外 你也可以用条码 只要我们在表决票 或选举票上面 同时将股东的负号 也把它印成条码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很方便 他就可以不用手打 不用登打 他直接用刷的就可以了 用条码的登打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所谓的 在股东会这里的相关作业 那同样的 我们的 start time云端版股物系统来说 我们除了这个股东会作业 会把我们整个作业 一步一步的分解之外 一步一步的分解 从新增建党过帐 委托书的登录到出席统计 到表决选举上一步一步的 我们的出席出权也是一样 会有一步一步的 引导我们把这个整个作业 全部完成 从整个作业全部完成 从开始的这个 股东会的主党的建立 然后做过帐 然后做鼓励的计算 鼓励的修正 到整个鼓励的完成 它都会有一个完整的作业出来 这边有一个除息完成 给各位看 像这样子 过帐 计算 修正 到整个除息 就是鼓励都做完了 那我们就可以输出相关的报表 或者是输出汇款的档案 交给银行 交给银行 由银行帮我们直接就转账 到股东的账户里面去 将鼓励就直接发放过去 这就是所谓的相关的作业 这是我们在这个实际上 展示给各位看的 就是说我们的操作上面 股励系统的操作 跟我们所产生的一些 报表的画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一谈所谓的 未来的趋势 就是说那股务到现在 从以前的 我们说过最先开始 可能是自己在Excel档 Word档那边记录起来 那我们做了DOS版的股务系统 Windows版的股务系统 到现在整个系统上云了 那将来的股务会往哪个地方走 首先第一个 这两年最流行的一个话题 股东会 视讯股东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疫情这么严重 那基本上面股东会呢 传统的股东会 会是我们必须找一个地方 定一个时间 然后呢定好的议程 然后呢通知各位股东 请他们在这个时间 这个日期这个时间 到这个地点来 我们来针对公司的事情 看公司的财务报表 决定公司重大的事项 或者是我们来选举 我们公司的总监事 那这种人群聚集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在前两年呢 就已经很流行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如何 规划所谓的视讯股东会 因为大家就想说 因为现在的电脑设备 现在的网路设备这么发达了 好像各位今天 我在这边做这场演讲 那各位呢 你就直接就在你自己的办公室 或者是你自己 在自己家里面 你拿一个手机 或者你拿一个电脑 你就可以马上来参加这场演讲 像这种视讯的方式 可不可以被规划到 我们的实体的股东会上 可以的 以去年来说 去年相关的法令就出来了 然后主管机关 因为去年刚好疫情最严重的时间 就在我们股东会要召开的 这个6月的这段时间 所以很多公司呢 他们都只要延期的召开股东会 甚至于到了最后 主管机关还开放了 少数的几家上市公司 让他们所谓的视讯的股东会 那我自己呢 也蛮幸运的 就是说有协助一家未公开发行公司 因为他们公司呢 是属于未公开发行公司 而股东结构相对比较简单 相对比较简单 那而且呢 他们呢 在那个整个股东们相关的 所谓的电子设备器材软体的 应用上面的能力也蛮不错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公司 所以呢 他们呢 就自己筹划了一个 准备了一个 视讯股东会 召开了一个视讯股东会 可是他们担心说 会不会有一些程序啊 会违反法令 或者有些相关资料保存呢 会比较不完善 所以呢 就请我过去协助 他们来召开一次 所谓的视讯的股东会 那我呢 也就把那次的经验呢 拿到今天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们在规划 这个所谓视讯股东会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什么人可以来参加股东会 当然了 就是股东 或者是受托人 就是说他可能不是股东 但是因为别人委托他来 那我们公司的那个 服药的股东的那个 股东会的那个 主办单位的人 比如说像主席啊 司仪啊 或者是我们聘请过来的专业人员 会计师啊 律师啊 这些人 所以能够参加视讯股东会的人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些人 那因为是这样子的形式的时候 就变成是说 我们在举行视讯股东会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过滤 所有来参加人的身份 什么人能够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股东会 那我们怎么去 这个视讯股东会召开之前 怎么去确认这些人的身份 然后怎么去允许他们来 加入我们这个视讯股东会的 这个可能是直播间 或者是讨论室 这里面 再来一个视讯工具的选择 用什么样的软体 来协助公司召开股东会 比如说我们今天用的这套软体 是WebEx 那市场上可能也有很多其他的 可以用的 比如说Google Meet 他们也可以开会 Zoom也可以开会 Teams也可以开会 所以很多的软体 那各个软体之间有它的优缺点 有它的方便的地方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评估 因为我们知道说 像等一下我们不是会开放一个叫做 互相讨论的那个QA的时间 对不对 也就是说 那个以WebEx来说 它这个互相在不同的 只要参加我们今天这场 这场的这个视讯的人员 我们就可以用适当的机制 就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你直接就可以跟我做互相的对谈 那么在股东会上也是这样 股东会有着股东要发表意见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好 让他发表意见的工具 或者是说我们会考量一种状况 比如说我们今天知道说 现在像我们今天现在开的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也是晚上7点多 对那各位大部分的人呢 你都是在安静的场所呢 你在参加这次的 我的这场说明会 我这场说明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你是在 那个捷印站上 对不对 那你又把声音打开了 那是不是你这个相关的声音 你会不会打扰到整个参加 今天这个说明的一个其他的人 这个股东会里面的其他股东 因为你的背景音实在太重了 对那种有没有一个相关的 可以协助你就是降低啊 或者是避免这种背景音打扰的这种问题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就是怎么样的视讯的工具来选择是比较好的 它可以兼顾所谓的隐秘性 或者是所谓的那个方便性 这方面的 再来一个 因为我们传统的股东会 它很可能就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会场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那外面就是所谓的报道区 大家在那边报道 报道的时候 它就可以过滤 过滤什么人可以进来 然后哪些人来了 它可以在那边做所谓的统计 统计我们的出息率的这些状况 那你今天在视讯股东会的时候 你怎么做到 你怎么做到所谓的 除了刚才的筛选之外 第一个 什么人可以参加之外 再来一个 你怎么统计说目前的出息率是多少 还有怎么样被验证 我们只要去算 在传统的股东会里面 我们只要去算那个报道柜台那边 所收到的所有的出息签到卡 所收到所有的委托书 那我们就可以加重起来说 出息率是多少 很清楚 可是今天在网路上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这个部分的统计 这个就要注意 这个就要注意 就是说 而且这个不会被灌捨 明明这样的出息率 加起来之后70% 结果呢 报道柜台却说 我们现在已经90%了 怎么办 同样的表决跟选举 以前在实体股东会的时候 他有一张一张的表决票跟选举票 上面把户号复名 股东的名 户号复名都写好了 股东只要填写说 他要投给谁 或者是他赞成反对 这一张一张的纸 拿出来加重 数字都非常的正确 而今天我们在网路上投票 你投赞成 你投反对 没有人看得到 那这个数字的验证怎么做 对不对 这数字的统计要怎么做 所以这个呢就很重要了 再来一个网路连线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现在我们在台湾 大部分的地方的网路连线的品质是很好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你股东会开到一半的时候 停电怎么办 大家所有人都断线了 或者是有几个股东 他正在发表他意见的时候 他的电脑网路线出现问题怎么办 这种相关的问题 在实体股东会里面 不会碰到的 可能在视讯的过程里面就有那个问题在 还有一个整个议程顺畅的问题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再召开股东会 以一个股物人员来说 我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召开一个 简单迅速没有争议的股东会 对不对 那今天在网路上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能够做到 整个流程一样是非常的顺畅 所以这些人是在规划我们的 所谓的视讯股东会应该注意的事项 如果各位有投资上市柜的公司的话 其实今年开始上市公司已经都开始开放 所谓的可以用视讯的方式来召开股东会了 相关的规定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可以来用今年的你的开会通知书 然后再事先跟吉保公司做个登录的话 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些视讯股东会 在这方面你可以累积更多的经验 那我们希望说因为更多更新的技术来协助 那以后我们的视讯股东会 我们的股东会可以以后的成本会越来越低 不再像以前一样 你想想看找一个时间租个场地 还得让大家股东还舟车劳顿的到这个地方来 开完了会还得回去 这中间其实耗费了相当大的成本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经济有效率的方式 可以把股东会开完 这是我们将来的股东 就是说股物的这个期望 再来一个 这个题目NFT三四周之前 看到了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的时候 都知道说有人卖NFT可以赚很多钱 什么谁卖了多少钱 圣洁石赚了几千万 谁卖了多少赚了几千万 周董又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在做 那后来我就研究这NFT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花了一点时间去研究他说 他是可以就是一个图形 一个图像在网路上 他可以让他 虽然我们知道说图档这种东西 在网路世界里面是很容易被复制贴上的 可是透过NFT的这个技术 他用这个 区块链的技术 用那个认证的技巧 认证的技术 用那个timestamp的技术 他可以让这个图形 跟这个持有者做绑定 也就是可以认真自由 这张图是属于这个人的 任何别的长一模一样的图都可以被 很容易的就被筛选出来 这并不是原来的那个持有者 而这个技术在谷物这边就是一个很有趣 后来我看到之后 其实我自己蛮兴奋的 我蛮高兴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 当然它的应用 就要看各位 如果你有做相关技术的话 可以帮我们做更多的发想 就是说你想想看 我们这样讲 在谷物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说硬件 硬章 我们每一个股东 当他成为我们公司股东的时候 我们就要为他建立一张硬件卡 上面有股东的户号 户名 还有他的联络地址 身份证字号 还有一个 要盖一颗他的章 那盖了那颗章之后 从此以后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认那颗章 比如说我们同事不是发股票给股东了吗 股东拿到这张股票 正面写着他的名字 一号股东网要签 当我要卖股票给别人的时候 我就要在股票的背后 他就有一个背书转让的位置 我就要在那个出让人上面盖一颗我的章 然后我卖给张三 张三拿到了这个股票之后 他就要在上面的受让人那边盖一颗他的章 然后拿着这个股票到公司来 公司就要认了 这个出让人网要签 这颗章是不是跟我印件卡的章上面长得一模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才可以认定 还有今天我们刚才说开股东会的时候 我今天我如果要到股东会 我要参加股东会 我是不是我没有空来 我是要把我的委托书 我要委托理事来帮我开股东会 所以我得把委托书上面写上我的名字 写上理事的名字 而且要盖上我的章寄给公司 告诉公司说那天我不会来参加股东会 理事会来 那公司又要认这颗章 跟我们公司印件卡上面的印章是不是一样 OK那今天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网路上怎么办 我们今天已经在网路这个平台了 我们已经上云了 所以这个NFT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印章说穿了 不过就是一个图形而已 对不对 它只是一个图形而已 理论上现在所有的印章 你说它有多大的防伪的效果 我们凭良心讲 几乎没有吧 你只要能够拿到某人的章 你把他做摄影拍下来 就拿去给那个刻印的机器 那个刻印的机器可以按照那个图形 刻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图形出来 对不对 所以它的防伪的效果 所以目前根据现在我所理解的 目前大概只有三个国家 还在使用所谓的印章 印件 台湾 日本跟韩国 而日本他们因为这次疫情 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 是不是要把所谓的印章的制度慢慢的拿掉 我认为NFT就是一个很有潜力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图形 我只要能够把这个图形跟这个人 跟这个个人做绑定 跟他做绑定 那是不是就代表说 我只要应用这个 它就是一个 它将来就是一个 它就可以拿着这个图形 它就可以到很多地方 执行很多的相关的作业 执行很多相关的作业 而不在现在的NFT 就只是一个被人为炒作的一个商品而已 它的落实跟实用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说 它将来是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的 那当然这些 就是它可以走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 再来一个 奇怪链 这是我们在 Stock Time云章版股物系统 在开发的时候 开发之初呢 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协助一家公司 能够协助一家公司 把它的股物的资料 把它管理得很好 而我们建立了那个 Stock Time云章版股系统的平台 就代表说 我可以同时 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 让很多家公司 把他们的股物的资料 都放在这上面 对不对 他们相关的股物的作业 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股 股物系统 它的最根本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股东 对不对 就是我们希望 希望整理那些 希望取得那些所有的股东 他们的信任 那他们所有的投资的东西 投资这家公司的所有的记录资料 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得很清楚 可以协助他做很多的作业 那今天我投资股东 股东他先拿钱出来投资这家公司 那既然你这上面 你以台湾来说 假如说我们的那个 以那个未公开发行公司来说 可能有上 可能有几十万家 那不要多 我只要有几万家公司 在用我们的股市 或是几千家好了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我们来八千家公司好了 有八千家公司 在云端版股物系统 只要看云端版股物系统上面 那这些股东们 他投资了其中一家公司 他希望在这家公司获利 那你这里还有七千九百九十九家公司 是不是也可以让他理解或参考一下 对不对 那说说定他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很好的一些公司 对不对 很好的标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他可不可以直接就在这个平台上面 做所谓的交易 做买卖 就请问哪一家公司 你们有没有股票要卖 或者是我愿意用多少的价格 买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有没有人愿意买 那这时候这些相关的资料 这些相关的资料 这些交易的买卖 是不是就用区块链来做 是不是更加的安心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说 区块链它的去中心化 它的不会被人家破解的这个效果 那其实就是很好的 记录这些相关交易 异动这些资料的一个平台 对不对 那所以在我们将来的股物作业 我们把这些东西 如果能够放上区块链来做的时候 这些相关的作业交易 是不是就会更好 更安全 也可以提供股东更多的保障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将来它可以走的一些趋势 可以慢慢的再继续的往上的面子发展 就是我大概举出来三个 那说不定各位你还有更多更好的想法 那等一下我们会花一点时间 跟各位做一些QA 那看各位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 OK好 那谢谢各位的聆听 上面的这个发表的这些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如果各位有一些问题 关于股物方面的关于食物方面的 或是关于stock time的一些问题 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公司的line 一对一的互相的那个咨询的这个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们跟你呢永远是一对一的 我们的回答跟你的互动都是 都是唯一的 你不用担心你的资料会泄露出去 或者是说你可以参加看一看 参考一下我们的那个官网 加入我们公司的FB 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跟我们 做一些交流的一些好的管道 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呢要做 所谓的Q&A的时间 就是说各位呢有一些什么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提出来 各位呢你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做一些 做一些简单的讨论 OK好那我们现在交给 那个主持人 好谢谢副总精彩的这个说明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这个Q&A的时间 那进行的方式呢 大家就是如果有问题呢 想要直接问副总的 可以看到你名字旁边有个举手的图示 那你就要按这个举手的图示 我们这边的主持人或是小编呢 会送出取消基因的邀请 那你就可以直接的 跟我们的讲师直接的发问 那在刚开启 现在就可以开始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 那我这边有几个会前 就是说我们课程开始前 有收集到的一些问题 想去问一下王副总 那就说副总你刚课程中有提到 股物自办与代办的优缺点 那我们也知道您有辅导过各行各业 或说各种规模的一些企业 所以想先请问 如果今天我是公司的博物人员 然后我要评估 今天我的股物是自办好 还是要去找股代比较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跟公司所提供的资源有关吗 那你你的经验就是说 可不可以提供几个面向 跟大家分享 该怎么去评估这件事情 好OK 这个问题就是公司 你的股物我们到底是要自办 还是交给股物代理 它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是属于法令的层面 在法令的规定里面 就是说各位可以知道说 我先这样解释 在我们的公司法里面 股份有限公司 一开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叫做未公开发行公司 所谓的未公开发行公司的意思是说 我们公司的股票 我们公司每个股东的股票 你不能够在公开市场上买卖 你只能够私底下 这个你跟朋友之间 我有那个原有资讯公司的股票 那你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成为这公司的股东 这种私底下的 这种叫未公开发行公司 那公开发行的时候就是 再来就是他可以申请公开发行 申请公开发行之后 他的股票理论上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 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没有 目前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开 发行公司股票买卖的一个平台 我们只有 有的公司 各位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每天不是还有盘啊 对不对 不是有台积电金的股价多少 鸿海金的股价多少 那个是什么 那是因为他们是公开发行公司之后 他们又再进一步申请公司上市 或者是上柜 或者是新柜 像这样子的公司 那上市呢 他就在证券交易所 会提供一个证券交易的平台 所以各位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今天台积电 股价多少 然后涨多少 跌了多少 有多少人买 什么的那些相关的资料 因为他这个资料就等于说 由证券交易公司 证交所 他放了一个平台 让大家在那边交易 就是公开市场 对不对 那新柜跟上柜呢 他们就有柜台买卖中心 也有一个盘 也有一个平台 让大家去做交易 而公开发行 新柜上柜上市之后 对不对 当你公司要到新柜 上市上柜的话 以现在的法令规定 他们现在要做这三个作业的 都一定要强制古代 他们都一定要古代 但是有一些已经上市上柜的公司 老公司 几十年的老公司 他们还是有自办 因为他们当年就自办了 比如说以台湾来说 长荣 或者是台塑 台塑集团 他们都是自办 他们就是自办 因为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自办 但如果你是新的 要上市上柜的那个部分 就这样强制古代 这是属于法令面 那实物面的话 就是说 什么样的公司 我决定我到底是要古代 要自办 或者说 我要交给古物代理 就是我刚才就用三个面向考虑了 第一个 人的问题 你跟股东人关系的那个问题 你考虑 你觉得就是说 这个跟股东那个互动 我觉得还蛮麻烦的 反正他们只要 我只要发给他们鼓励就好了 他们平时开股东会的时候 投我让我当董事长就好 如果你觉得这样 那是不是你交给股物代理 你不要进去碰 但是如果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重视我跟股东之间的关系 我希望跟我股东之间的关系好一点 然后呢 当我公司有些决策的时候 股东可能能够更支持我 甚至于某些产业 我们这样讲 某些产业 你的股东 同样的也是你的客户 对不对 也可以是你的业务员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有一些客户 他们做的就是所谓的消费性的产品 消费性的 生活消费性的产品 也就是说今天他们公司 所生产的产品也是他们股东可以用的 对不对 那甚至于如果股东觉得用公司的产品好的话 也可以推荐别人使用 那这时候是不是你跟股东的关系越好 你的股东他可以帮你公司 冲到更多的利益 那这时候是不是你跟股东关联 关系更好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做比较好 再来一个是资料面 我们的那个资料 公司的资料 股物的资料 当然是我是放在我公司里面 我自己在处理 我自己在整理 比较好 还是我让另外一家公司去做 当然这种状况 我们就让另外一家公司去做所产生的风险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 当然这个是已经很久了 十多年了 那这种状况 现在主管机关相关的规定 已经蛮严格 但以前就曾经发生过 因为你交给这家公司做你的股物代理 所以他拥有你的股东的资料 股票的资料 对不对 你们公司哪些人是大股东 他联络资讯他都有 对不对 那他又是做股票的 因为我说过他是证券商 那有一天他对你的公司有兴趣的时候怎么办 对不对 他是不是就知道说该去拜访哪些人 该拜访哪些大股东 那你请那些大股东来支持他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层次的风险 再来一个就是价格的问题 就是价格的问题 你这里你要付出多少的成本 自己做 自己做一个人一年 很可能在一个不是专职人员 那他一年花多少的时间 这里所付出的成本 跟你交给所谓的股物代理公司 然后他们每个月跟我们收费用 那当我们要做某些特定作业的时候 他会再另外再寄费 那这种你就自己做评估 这是我给各位的建议 我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你可以这样去想 或者是你可以这样想 我现在是未公开发行公司 那将来我要做公开发行 我要上市上会 那我现在做置办 那将来再交给股贷 可不可以也是可以 这也是你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好 谢谢 好 那我另外想问 就是说 对于企业本身 有没有那种例子 就是说 它本身已经是由股物代理 但是中途想要转换为自办 那有没有像这样的例子 那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形 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等等 有 当然因为 我在这行比较久了 花了快20年 那当然也会有这样的客户 或者用我们的系统 然后有一天他希望 他公司要准备做新贵上会上市 那他们要转股物代理 或者是说 他们本来有股物代理 但是把他收回来 把他收回来 他们决定自己在做 这种例子都有 这种例子都有 那这种 其实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说 我们的系统不是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六大 那个六大作业 股东基本资料 日常作业报表 股东会配股配习 然后那个申报 对不对 这块 其实股物我们只是把它整理成 我们把它整理好 那其实如果说在股物代理 同业啊 或者什么 他们的想法 其实大部分都是一样 管理的还是一样 股东股票股权 这相关的记录 所以呢 以我们来说 我大概也合作过好几家 所谓的专门的股物代理公司 他们把股东的资料 把他们的股物的资料交给我 然后把它转换整理之后 到我们的股物系统来 或者是我们的客户呢 决定交股物代理 让我们整样把我们的资料可以输出 让股物代理可以很轻松的去接 接手 然后下去往下做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客户来说 也是有帮助的 就是使用我们的股物系统 我们都已经把它的股物资料 都把它整理好了 而且呢都已经系统化了 而且都都已经 比如说里面的资料呢 都是非常正确的整齐的 那这时候在交股代的时候 就相对的轻松很多 相对轻松很多 这样的例子蛮多的 ok好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刚刚现场的来宾 有一位叫patty问的 他应该是问有关于 那个我们start time 这个平台 联系的一个问题 他问说过状是不是要等到 最后过故日的当日才要按下去 好 我们这样子讲 这里我来做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个概念是什么 公司法 比如我们股东会来 来举个例子来说 股东会开会的那一天 开会的日期 比如我们定下来 假设是6月30号 那么就代表什么 当董事会把6月30号定下来的时候 这时候根据公司法相关的规定 他就是30天前停止过户 也就是说6月1号到6月30号 这30天叫做停止过户期间 这段时间公司的股物停止过户 只要你5月30号那天呢 你还要来转让买卖 你登陆进去 我们都算 所以理论上就是那天的晚上 11点59分59秒的时候 就是截止了 理论上这样讲 对不对 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 我们拿到的是5月31号那天的股东名册 好 那你说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等到5月31号那天 我才可以做过战呢 没有啊 如果你确定了 啊 接下来比如说你在5月25号 你就知道说股东不会来过户了 那我就可以先做过战啊 你懂我意思吗 我就先做过户 那他还是过5月31号 他就把那天当做5月31号 那你就过户 然后下去做 你又说啊 可是我搞错了 我本来以为说他们没有要过户 结果后来过两天他又来了 我就把这个过户打进去了 那怎么办 就再过户一次啊 因为他比如他5月27号 股东来做转让买卖 登陆过户 你把它登陆进去了 你再做一次过户 那是你又拿到了一次5月31号的名单 那跟你前两天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有至少有两个人不一样 一个人变多 一个人变少 所以他的时间不一定要做到那一天为止 反正就是说你只要知道 确定说 其实接下来不会异动了 那就开始做 如果中间不小心真的有异动 再做一次吧 做完了再做一次 没关系 好当然 如果说呢 你做了那个过战的时候 后来你能委托啊 什么什么都做了 那这次重新做过战 那后面真的会乱掉 没有错 真的会乱掉 所以为什么股东会的时间是30天 那么长 可是你做完了过战之后 你才慢慢来 才去寄开会通知书 因为他是20天前寄开会通知书 然后开始收委托书 委托书截止的日期是开会前5天 所以他基本上整个股东会 他给公司相当宽的那个作业的时间 好 相当宽的作业时间 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反悔 如果真的都做错了 好没关系 删掉重做 再重新建立一个股东会的阻挡 重新再把一次股东会 这个再让一次OK的 好 谢谢 好 那谢谢王副总的回答 那不知道说Petty这边对于这个回复的部分 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问题要询问 那如果有的话 你就随时举手 那我们会请您直接问王副总的样子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前还有收到其他的 一些询问 有一个部分是讲说 就说我们这个start time 是现在唯一的一个云端鼓舞的一个系统 那当初我们会把所有的服务放在云端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或什么样的契机 那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COVID-19 是有点关系的 嗯 我们大概是三年前就开始准备做云端的开发 那没有那么聪明了 马上知道说大概一年多之后就会开始 有所谓的疫情啊 没有办法那么的先知 但是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桌机板 桌机板被开发完成 其实它已经已经将近20年了 那它用的程式语言毕竟比较相对的老旧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 那我的方式是所有桌机板 变成是在我这边维护客户的方式 变成是我要到客户的电脑那边去安装 那我的客户从基隆到高雄到屏东都有 所以在维护在当初在安装设定的时候 我都必须把每一家公司亲自去 在他们的电脑上面去处理 去做 那以前最先开始的时候 那个连线的软体呢也没有那么的发达 所以呢我每年呢还要到客户的办公室里面 至少去一次做系统的更新 有什么问题的话在当厂方客户做处理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 其实不只耗费我们这边相当大的那个维护的时间 我的时间也耗费也耽误客户相当多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毕竟你要事先跟客户约 他还可以等你 然后当我们在客户那边工作的时候 相当其实这方面相关的成本其实非常的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技术的问题 因为新的程式语言 新的工作的平台 还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他可以把整个股物作业做得更好 因为当然在我的理想 我个人的理想 当然会希望说 当然我开了那么多年的股东会 我每年也帮蛮多公司开股东会的 我当然会想说自己做技术的人 会想说 其实开股东会真的是饶民伤财的 在书上就像我说的 寄实体的开会通知书 要找一个定点 然后大家这样子跑来跑去的这个 其实我都会觉得既然做店 既然我们会写程式的人 我们总是会想说 有没有更有效率 更节省的方式可以帮客户省 省钱 省工 省时间 像这些 那这个在桌机板这边 它就是有一定的极限性 因为程式员也旧 开发环境也旧 那所以才会想那我们把它上云 当我们上云之后 我可以让客户 我当我系统更新 我不用再一步一步电脑去更新的 我就要在系统上 在云上面把新的版本一做 然后各位的所有的人的电脑 这系统就完全是新版本 对不对 然后我在上云之后 我一个更多新的应用可以出现了 好像我们一直想要做的就是 像这个电子开会通知书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从去年就已经做出来了 那客户只要你愿意 股东愿意 股东同意 你在这方面 你就可以慢慢的 慢慢的让股东开始习惯 你用所谓的电子开会通知书了 不再用书面的方式去做了 那视讯的股东会 今年的法令已经更加完备了 他在主管 在公开发行公司股务处理准则里面 他做了一整个章节 完全在谈怎么开视讯股东会 开视讯股东会应该相关的事情 那这方面的东西也只有在新的云上面 更多新的技术上面 他才可以被完成被落实 还有一个将来 我说将来 股系统可以走向的那个新的方向 区块链 NFT 那些相关的那些技术 那些都在新的 新的环境上面可以做 那这才是我们的想法 就希望说能够把 那个应用的方面弄得更广 然后更多这样子 好 谢谢副总 那接下来 就是刚刚Petty 她又追加又询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她问到说 就是说股务自办 最怕应该是 害怕说 比方说我们的程序做错 或是不符合主管单位 或主管机关定例的这些法规 透过这个股务系统 真的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件事吗 或是说可以避免这些发生吗 我们不能够 我绝对不敢跟各位说 这个一定没问题 我的系统可以 我的那个做的 我那一步骤一步骤 把你做得非常的严谨 你绝对不会发生错误 这样子讲是不负责任的 我必须承认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去保证 一定完全不会错 但是呢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第一个在大原则上面 我们已经帮你做了相当的规范 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个 我们透过的是 像我这样子 就是说我现在除了 去提升我们系统的效能 去提升我们系统的功能之后 我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所谓的教育训练 我们会不断的拍所谓的影片 我们做很多的影片 做说明 或者是说我会做教育训练 因为现在真的方便了 我只要有一个上网的环境 然后有一个安静的上网的环境 我可以随时随地 因为我们也尝试做过类似直播的方式 尝试用这种方式 当法令一有变动的时候 我马上就可以跟各位做一个 跟所有的客户做一个提醒 跟所有的操作者 使用者做一个提醒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国税局有哪些变动 各位要注意的 或者是新的规定 有哪些动物 那用这种方式去避免像这样的错误 因为有的时候 就算我们系统写的非常的严谨 但是仍然很难避免操作者个人 他的那个使用习惯或怎么样 他就是会错 而且有时候会错的 我们会觉得 怎么会这个地方也会发生错误 他就是会错给你看 他就会发生 那这种问题真的是不太容易避免 我不能保证跟你说没有 但是我只能够说 我们能够尽量再避免 你会发生错误的地方 我们就会做提示 做提醒 或者是你没有输入 应该输入的 应该输入的栏位 你没有key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你 相关的这些一定会做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应用新的技术来说 跟各位可以做更及时的提醒 跟提示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其实系统上面 除了我们的功能之外 除了我的影片之外 我们希望我们也做了那个QA 阿元 就是说你有任何的谷物相关的问题 然后你可以当场输入 然后他就马上可以回你 我们正在训练我们的阿元 训练我们的人工AI的回答的系统 毕竟希望说能够把我这么多年 经常被客户问到一些问题 经常碰到一些 你尽量把它放到那个阿元里面 让他可以随时可以提供协助 这是我们协助客户的方法 好 谢谢副总 那看佩提这边对于副总的回答 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询问的部分 然后也欢迎其他的你会来宾 也尽量的提出你们想问的问题 因为据我所知 其实副总的经验非常丰富 然后基本上任何的问题 应该都难不倒他 所以大家请把握机会 就是来询问副总相关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说 企业一般都有自己合作的会计师 或是一些法律的一些事务所 律师法律的事务所这样 那SARTIME的这个团队 我们也有提供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服务 那这些服务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哪里 好 那我跟各位做个说明 各位其实 你看我刚才在解说的过程里面 我会偶尔会提到法条 公司法177条 公司法170条 或者是165条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 所以我们在谷物方面 我们说过我们完全根据公司法 跟国务处理准则 所以其实我们会牵涉到 很多有关法律上面相关的问题 但是各位知道我并不是律师 对不对 那有一些真的有一些书上 碰到法律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我也不一定能够回答 我也不一定完全知道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很多公司老板会想一个问题 我希望我鼓励员工成为公司的股东 对不对 他们希望说 这样子 员工除了在公司里面工作 领薪资之外 对不对 公司赚钱 他因为他是股东 他也可以获利啊 对不对 所以这样是不是他可以更努力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润 同时他也会个人创造更多的利益 对不对 可是他又不希望说 如果他今天是我员工 那我不想第一个 我不希望他随便把股票卖掉 第二个我希望他如果他不要成为 他要离职的时候 他可以把股票卖回给我 那你看像这种问题 在股务上面我们常常会被问到 可是这个要怎么解决 这是我需要的是一些律师 律师的朋友 律师专业法律相关的专门人产 再来一个我们的系统 到最后我们发鼓励给股东 是不是会碰到后面会碰到税的问题 对吧 会碰到税务的问题 申报可以啊 我的系统可以产生申报的媒体档 但是还有一些像比较细节的问题 像关于说 那今天开完的股东会了 那个董监事 新的董监事名单出来了 那后面要去做设立便跟登记那一块 怎么做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会 对不对 那再来一个 如果我们今年公司的议程里面 有一个公司的法 叫什么 财务报表承认案 如果承认案没有过呢 有啊 也会没有过的 出息率不够就没有过了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财务报表有意见 那大股东他就是不承认啊 那没有过了怎么办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看过 我看过没有过了 但是我不知道后面那财块方面 那些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我们是有 除了我们之外 我们还有所谓的合作伙伴 我们也在招 在征求合作伙伴 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 会计师律师相关 跟我们股物这边 都有相关的 能够相关一起 然后为我们客户提供服务 所以呢 我们现在提供的 就是说如果成为我们公司 注册成为我们公司的 会员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的 那个 专业的 可能是律师 可能是会计师可以提供15分钟 30分钟 30分钟的那个专业的咨询 没有收费的 他们也同意 愿意 就说 就很大大都知道 跟律师讲话都要钱 对不对 那但是呢 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们愿意说提供30分钟 有关相关的律修问题 都可以向他们提出来 这些的 那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们可以这么做 当然如果有必要 像我去年召开 开一次股东会也是一样 客户除了希望我去协助帮忙做 报道表决选举之外 对不对 他说他们还有一些法令的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请律师去帮忙 就没有问题 我请我们 邀请我们的合作的律师 我们就一并过去 他去担任那个 股东会的相关的法务的顾问 所以我呢 去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协助公司去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的 好 好 谢谢王副总 那最后 我们这QA时间大概也接近尾声 最后我觉得 因为刚刚大家有听到王副总在 这个简报的过程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些股东会的一些实际案例 那我这边我个人 比较有兴趣的一点是说 王副总这边有没有之前辅导过一些 蛮有趣的股东会 或是说蛮有趣的一些企业 然后比方拉公司规模 的一些实际案例 让大家也能参考一下 就说这些企业他们的一些成功经验 这个比较特别的 好 有时候可能有人问我 那这个我们如果要用股东 那到底我们的股东能数要多少人 然后呢我们才要用我们的云端版的股市 那以我服务过的客户来说 最少的公司股东几个 两个 一样用股物的系统 但这个记录很简单啊 对不对 他记录他的股物的资料 相关的资料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两个人 他可以用我们的股物的系统 但是他在股东会 或者是一些股物作业相关实物的经验 他希望我们跟他分享他有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于股东的那个权益 他们非常的重视 那所以呢他也需要我们提供他服务 那我们我也有服务那种像几万 上万个股东的公司 因为他们之前是上市公司 后来因为公司可能临时在经营上面 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下市了 下市的公司还是继续在营运啊 对不对 他们做那个关于那个农产方面的东西 那些是日常消费的东西 就过几年之后对不对 公司又慢慢的又上轨道了 所以呢他原来他上市公司的时候 那一万多个股东到现在还有还在 那一样我们继续服务 由我们的股系统来帮他服务 那公司这几年也开始发鼓励了 像这种例子 另外一些就是说 另外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公司 比如说像是那种保利达 保利达这家公司 他是一个市场上有名的公司 可是他不是上市上柜 他是未公开发行公司 那他也用我们的市场用了很久 蛮多年的 那这是一个 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他们工作人员都非常的专业 经常我们互相讨论一些股务相关的问题 那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好那今天差不多 QA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好那各位呢 接下来有一些那个 问卷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个我们交给那个主持人 好 非常复杂 还有刚刚主持人Bernie 那协助大家做提问 那也非常感谢PayT在线上 业业与我们互动问答 那这边要请大家帮我们扫 画面上的QR Code问卷 然后或者是点选呢 我们对话框的连结 帮我们填写一些活动的回馈 并留下您的联络方式 那如果说刚刚比较害羞 不敢向我们这边副总提问的话 我们也欢迎您点选这个连结 或是扫QR Code 那留下您的问题 那我们在会后也会请专人 指导团队联系您 然后那邀请大家写这个问卷 我们也会 会后也会寄到这个问卷 您留下的联络方式 那记简报 以及StarTime的试用方案连结 也提供给您 那请大家收到之后 就务必帮我们注册登入 那云佑这边就会有专员跟大家联系 那选助您上线使用服务 那这些都是免费的 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的帮我们填写 好 那今天的活动主办单位是心力资讯 我们是知识软体服务领导厂商 那邀请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中间这个心力大学 那是我们技术放强论坛以及右边的 科技趋势部落格 那我们都会有科技相关的技术 以及趋势的相关文章 欢迎大家多多的上网 帮我们看一下浏览内容 然后帮我们多多推荐 那如果说您对我们的活动非常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可以追踪我们的活动通知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举办不同主题的技术小句 那只要你追踪了之后 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 那感谢今天大家的上线参与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麻烦都可以在问卷的连结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下个月技术小句见 大家拜拜